曲名字幕 李宗盛 词曲名字幕 李宗盛 詞曲名字幕 李宗盛 制作人 李宗盛 不夜的時刻 又想起你了 想念你的温热 无法只是过客 没失去过哪来的活的 Now please one more time 你爱我 不要又只是做梦 Please one more time 我现在还是会每天梦到他 你跟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 我只有这个根源 可是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确认 重点是我像那个人 你才会对我有兴趣吧 这个是我 这个是你 你一见 我一见 他们人呢 应该都在外面通宵吧 对了 江淮呢 江淮好像跟他的学长去唱歌去了 应该也不回来了吧 困了啊 但是我想等店来了再睡 真好看 真好看 你怎么会有这么浪漫的东西啊 你别误会啊 这是我唯一能找到 不差点能量的灯了 好喜欢这个灯呀 那我走了 那不能不要走啊 算现在有这个灯了对吧 但是说不定一会儿就又没电了 没电的话 这个屋子就又会陷入黑暗了 赶紧三分钟睡着 赶紧三分钟睡着 还有两分钟 那边做什么 你又跑得到 你这东西 可能很容易 这样子 你等会订是 你就是 你 不是 我 我 有人敲门吗 我去看看 快快快快快走 关门关门快 怎么啦 怎么会杀你们 你们俩走了 出大事了 肯定是明泽 昨天晚上的酒吧脸 有人想炮她 她把人拒绝了 她先让人炮 然后那个女的新款体盘 一看来她又不小 现在上门寻仇来了 你还说我 昨天你喜欢那个姐姐 人后来男朋友不是来了吗 说不定是她呢 肯定是你炮人家妞 惹到黑道了 到底什么情况呀 咱家门口有一群 黑 黑衣人 要不咱们报警吧 这去了一次酒吧 不至于被人抓吧 没事了 我去看看啊 雪姬叫进您好 李哲先生吩咐我们 来帮你搬家 可是我也没那么多行李啊 您需要的东西 我们已经帮您采购完 并且装好了 那等一下吧 雪姬 这原来是你朋友啊 吓死我 这是哪国的公主啊 这不是一般有钱了吧 估计能买一万个我这样的吧 你哪有那么贵 对呀 江蕙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到底是谁 你说门口那些人啊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一个富豪的养女啊 但是你梦里的我是谁的话 只能靠你自己想起来了 毕竟 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过去 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复杂 大概意思呢就是 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谁 你会知道的 又来了 进来吧 这是我们的家啊 那么大的房子 那我先进去看看啊 家都搬得差不多了 你还特意过来一趟 很闲嘛 特地过来看看你啊 特地过来看看你啊 雪姬 一定要待在那个人身边吗 即使受到伤害 还是要待在他身边吗 我一定要找到属于我的他 就算伤心难过也没有关系 就算受到背叛 也还是没有关系 只要他是我要找到那个人 我就还是可以跟他敞开心扉啊 我真不知道你的乐观 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时候的乐观的 有时候我也会偷偷躲在被子里哭的 把往回的手放下 以后 不开心就说不开心 受伤了就说疼 累了 就说累了 如果你不能对别人这样 至少对我 你可以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 生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 还能忘掉 我难过的样子 就没人看到 你别太在意 我身上的记号 进来吧 好 这么大的房子 就我们两个人住吗 江淮 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这么大 我一个人的房间啊 对呀 喜欢吗 喜欢 不过 这么大的房子 那么多房间 都是我一个人打扫吗 对呀 之前咱们约定好了呀 果然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 这么大的房子 就算随便打扫一下 也要花成一上午的时间啊 我不是那么挑剔的人 卧室客厅厨房 一周打扫个两回 然后那些其他不用的房间 一周打扫一次 不许反悔哦 但是 我在家的时候你必须得给我做饭 我喜欢吃家里的饭 好 坐 我做满汉全席 给你吃 不过 这么大的房子 就我们两个人住吗 那些 闲置的房间 都空着吗 空着吧 说不定以后 会有朋友要来住呢 我饿了 给我做饭吃 冰箱是空的 给我生活费 随便买 杰动 他 嗯 我 夫 来 来 来 送你了 送你送你了 我给大家休息一下 谢谢 先回吧 来 坐吧 谢谢 喝口水 我突然好想我的小天使 我看你是想 他给你买的衣服了吧 其实有个人也偷偷在想 只是不承认罢了 你说这个人 是不是他呀 喂 师爷 江桓 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 没有啊 我自己有的 真的在我这儿啊 那我明天路过你那儿给你送过去好了 不 我现在自己去拿 可是 我们现在在外面啊 在外面干嘛 回家 我现在必须用 怎么了 怎么回事 怎么这样莫名其妙 走吧 那个 我有急事 先走了啊 去哪儿啊 一发还急我们吃饭 又不吃了 我充电器辣子 先要怀驾了 我得去拿 是这种吧 你不用去了 我们这儿 多着呢 反正不是这种 走了 嘘 雪姬正在睡午觉呢 怎么刚刚还在外面 一会儿就睡着了 充电器呢 我待会儿进去给你拿 要不进去看一下 里面特别大 特别好画 好 怎么睡地上 她好像就喜欢睡地上 我等会儿就要去学校了 你的充电器在雪姬二楼的房间 你自己去拿啊 我走了 下面了 你去订阅中 你给我戴啊 你别说火姐 你多好水 你想要去水 怎么睡得起来 你这儿 你这是什么 你一定可以 我 喂 妈妈 我今天要去你那儿住一晚上 你把你的地址给我 哥哥家不能住吗 你哥过两天要考试 我怕会影响到他 妈 我现在跟朋友住在一起 我得跟他商量 什么 有这麻烦吗 那让我睡大街啊 我死在大街上你也别管好了 妈 你别这样 我去问问我朋友 喂 这死丫头 你挡到我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到 你终于愿意主动来找我了 我只是很困扰 做了一些奇怪的梦 我觉得就是因为 你总跟我说那些 真的 你梦到我了 你梦到我什么了 那不重要吧 那只是梦而已 你很愿意活在梦的世界吗 你知道吗 江怀 我很羡慕你 你 为什么这样说呀 家里有钱 长得又漂亮的你 为什么会羡慕我 你不是从小就跟师姨一起长大的吗 可以一起分享友情 然后相爱 这个人如果是我 该多好啊 我跟师姨不是那种关系 可以互相依赖的关系也很不错呀 总之就是很羡慕你 我们之间 就像家人一样存在 你最近很少跟师姨见面吧 今天刚刚见过 那你下次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 我觉得以后你还是自己联系她吧 知道了 可是很失望 江怀 我以为你会帮我呢 陷入爱情的人 是不是总是变得那么自私啊 眼里好像只是看得到自己爱的人一样 或许 还是只有你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个女孩儿 是还有一位 因为都没有外出 最近一直都没有看到 所以没有办法拍到 等那个女孩儿回来以后 你拍了照片再送过来吧 没用的废 夫人 您要找到那位女孩儿 大概是什么样子 她 很特别 一眼就能认出她来 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呀 因为我吃你的助你的 所以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 没事了 吃吧 雪姬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立场跟你提这件事情 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这一周 我妈妈能在这住一个晚上吗 你妈妈 因为哥哥那边有点事不能住了 所以不得已才跟我说的 我也特别不想跟你开口 你之前说 我妈妈跟你妈妈是朋友 啊 阿姨来住可以 但是呢 如果有人在等她 拨弄她的头发 思念可在江河瓦 如果感情会挣扎 没有说的如鸦 把挽回的手放下 这是雪姬妈妈呀 是啊 和雪姬长得好像啊 是吗 嗯 你知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 都喜欢赌吗 因为她们一旦上了赌桌 赢了一点之后 就想要赢更多 可实际上 不管她们赢得再多 她们都不会瘦瘦的 我们的爱情 这位是林小姐 也是公司的董事 不够我们拥抱 就挽回不了 用力爱过的人 不该蹊跷 是否要被人起了家 没有别的办法 她劝你不如退下 如果分手太复杂 流浪的歌手 会放下吉他 故事要没必须 藏着真话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刚刚好 生不多也不少 还能忘掉 我应该可以 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流浪到这儿 刚刚好 趁我们还没到 天涯海角 我也不是非要 去那座城堡 天空有些寒了寒的 刚刚好 我难过的样子 就没人看到 你别太在意 我身上的记号 我要把自己照顾好 请不准你